不想外出、家裡、做工、食飯、會不出 它是影響生活、特別是家庭的方面 在心理上,它會有什麼反應? 沒有什麼反應? 憂鬱又擔心 憂鬱又擔心 即是它在痛,不知如何說 擔心什麼? 擔心 或者擔心會不會餘餘痛 另外,甚至是 你剛才說得對 我這裡舉個例子,可能是有點憤怒 即是說很生氣,痛 很生氣,很生氣 而在這個靈性方面 你猜它會問什麼問題呢?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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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會看到 這個症狀 就算是身體上的症狀 痛會症 它已經經常很多 身心血液都會症狀 好了,接著 大家都很熟悉 第一,講一講 痛 講癌症的痛 其實有幾種癌症的痛 是不是難症病都痛呢? 不是 多病痛還是小病? 多 多 那 硬痛很辛苦嗎? 是 你怎麼 從什麼程度 你會 難症很辛苦 會痛? 都可以會痛 是 是 可能是 經歷了 或者是 一些朋友 你知道嗎? 你問我 以前 你看一些 藥茶片 那時候 通常癌症 都很慘 老人要 所以是很難 但其實 現在適當的治療 其實是很多痛 都可以痛受到 等等 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 癌症 都是被人用來 一種可怕的痛症 剛才大家給的反應 都覺得痛很重要 而 但是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隨著醫療的進步 現在大部分的難痛 都可以有效地控制 可以說 超過九成以上 即是 有些痛 都是照樣痛的 怎樣做 都可能會痛 但希望減輕一些 但是 這個消息 其實超過九成以上 如果有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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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控制 而 剛才提到 不是所有癌症病 都會痛 根據統計 大約是七成左右 的癌症病 都會這樣痛 所以大家很對 大部分的病人都會痛 但是 不是全部 都有相當數目的病人 會痛 所以如果得到合適的治療 硬痛 可以消除 病人 就無需浪費時間 去忍住痛 因為如果忍住痛 有什麼後果呢 這裏就說 其實都很傷身體 很傷心 精神 精神不好 又 休息不了 睡得不好 人家就越累了 胃口會比較差 食物就不好 睡覺 因為痛 可能會很想動 那些活動也會很差 而帶來其他的問題 包括健庇 因為如果動腹很差 人家的腸會比較難 所以 消除難痛也挺重要 但是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遇到那些 可能你們也有做過一些餘工 或者有些不認識 有些病人可能會說 他不想 他對那些痛 就是那個 他覺得為什麼不要吃藥 知道嗎 又要做這種的 藥有副作用 藥有副作用 特别是什麼呢 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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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呢 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应该 如果是好东西不太难了 有些人提到是什么样的上瘾 是什么样的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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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没有 止痛药运过便秘的妈啤药会不会伤胃 应该就很少了 但有其他止痛药可能会伤胃 即是有些会伤胃疾病 即是医治骨疾病 用了止动药可以 在私人的误解 有些人的误解 就是以为痛药增加 表示病情状况反 这个其实是不错的 即是有些痛 多的时候有些新的转变 有些时候可能是不敢吃 可能觉得不想吃 就變得越來越痛, 病本身已經是真是感化病, 太多痛就變得多了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人這樣想, 香港的癌症是越痛, 不痛就不是癌症 就是這樣, 像小子賢命一樣, 要忍的 另外, 中國人都是很好的, 有人很怕跟別人說不好的 他覺得他是一個好的病人, 他就不會跟醫生說, 即是說他有託, 情緣自己忍了去, 也不會出聲 這些有些痛就不癌, 對止痛藥的不癌, 剛才大家也說了一些 有一樣是很有趣的, 有些人覺得要打針才可以 止痛是要打針才可以, 即是要抱歉醫生, 你幫我打好針吧, 要不要這樣 但其實, 尤其是如果真的用了媽啡這個時候, 其實是很強的用來 即是你即使打針, 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誤解 但的確有, 簡中會變成兩個人是真是癌, 總是要幫人打針 止痛藥有很大的副作用, 大家剛才提了出來, 即是有些傷胃, 有些奠備 待會再有一張slide 再說一下, 裡面的媽啡一樣的副作用 因為都被人不能擔心, 止痛藥有上癮, 即是剛才提到最好是好吃的 對不對嗎? 真的有些五君子, 要吃什麼? 吃美沙桶, 都是鴉片的媽媽類 這樣就好像真的上癮, 即是吃了, 吃好像要喝 這個就要在治療病人的情況來看, 即是如果我們吃糧去用的時候, 用得對的, 即是不是說有些毒販 如果是循序漸進去看情況來加癒等等, 其實這些媽啡這個藥都可不算上癮 另一方面, 如果真是幸運是一個暗期的病, 即是他不痛, 他不會好回來 有時候就算他需要吃, 那個問題也不會那麼大 如果不吃的話, 一直痛, 反而其他, 都是不舒服的 即是, 優惠就不夠, 吃什麼都不夠, 其實發癒果是重大 藥物止痛的三大原則 止痕即是麻啡類的藥 因為我們知道在認真痛的時候 麻啡是挺強的止痕藥 那類的藥 特別在細胞衛生組織都見到36B的原則 36B 大家看看是36B 就是拜登蹲 即是有口服 盡量鼓勵病口服 始終這個很正常 我們吃東西是這麼口服 所以口服是最自然的 所以剛才說是打針 或是有其他方法 例如臨下注射、靜脈注射等等 這些東西是適當的 即是需要的時候要用 但是盡量希望我們可以的話是口服最好 那是B 第二是B 就是By the clock 即是跟時間比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是到時都效 就要吃藥 因為這些痛不是會自己好的 它只是藥過了就會痛 那是一個方法 你說痛才吃 那都可以的 那些藥水 剛才藥水四個小時會下流 即是一天會痛 埃隆膜痛六次 到六次痛就吃藥 所以反而要令到病外不痛 反而痛都未發生之前 要吃藥 來控制 所以這個By the clock 即是要跟時間 還有什麼呢 By the ladder 跟著這個階段 即是叫梯塌 那是甚麼意思呢 原來世衛定了一些止痛藥 有三個梯塌 那就是由輕至重 那第一個梯塌 就是一些非鴉片類 那就是 例如 剛才提到一些骨痛 那些 指骨痛 那些 最常見的 曾經買得到的 非鴉片類 就是魚腱 呃 聽一下 賣摩 沒什麼 用的 這些非鴉片的雷 是第一類 如果它的一些疼 那不是很控制到 可能要上去第二類 就是一些 叫做�adуют的鴉片 即是它沒問題 鴉片�巴 gust 聽說好像有點困難過 有些人用媽啡來,但原來講這些都是鴉片,在歐治外 媽啡是一種鴉片,但人們都說鴉片是領君子 可能是媽啡類,這些是弱一些的 然後如果真的都很痛,要用第三個梯階,就是強的鴉片 這些就是媽啡那些 或者傳統第2月,待會都可以介紹 另外每一處都是輔助療法,輔助療法 在哪個階段都可以用的,就是其他藥物 待會介紹到,例如抽筋藥,肩膽症的抽筋藥 或抗菸藥,他們都在某些痛症可以適合的 這是輔助,視乎病人有沒有那些情況 如果需要到,舉個例子是神經痛 神經痛會影響腫瘤的神經 可能像閃電的痛法,或是針蓋的那些痛 那些有時候會用媽啡藥,也未必能幫到 可能要用抗菸藥,或者抗菸藥 如果有,無論哪個階段都可以給它,就輔助療法 這就是藍梯級,大家有個概念 如果病人是很痛的,一開始,就不用說 你行第一級,不如試第一級才 其實如果很痛,有些就直接去到第三級 所以要看病人的症狀去影響 這張範圖再介紹一下,才提到一些癌痛常用的指控藥物 非拉屁類,非拉屁類的藥物,就像癌痛那些 其實還有肥胎一些 你在市面上可能見到什麼肥胎靈 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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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較強的指控藥物 藥物的鴉片類,中文不應該用的 Codein,Codein是指控藥物 有些咳水也是不容易 其實都算是鴉片類的藥物 另外叫Tramadol,近年多用藥物 現在很多不是癌症病都可能用這些藥物 強的鴉片類,剛才提到的媽咖 這個也是最多用的 它其實有幾種不同的包裝 一說的是水劑,如果見到病人,喝咖啡水 是不太方便,拿著很大瓶咖啡水 幾個禮拜複診量很多,要拿很多 它是短效的,但它的劑量隨時調校 加減是很容易的 有些叫長效的軟劑 有些是一種藥物 有些是8個小時,12個小時左右的效力 這樣視乎病的 但它通常是,如果調校定了媽咖啡的份量 才會考慮轉長效的軟劑 因為不然你經常要轉藥改藥,就很麻煩 另外一種,中文靈鐵 Fentanyl是一些藥物 現在可能是一塊透明的鐵 你看看,有些紐角在身上 那些藥物都是媽咖類的藥物 但它的副狀容有些地方是小的 即是它便秘,幾天才沒一次 通常三天才沒一塊 亦都方便,即是可能病 如果吃花咖啡水就要出頭吃一次 但也要病人的症狀是穩定了 知道它用多少份量才用 因為你三天才沒 那為什麼不是普及呢? 貴的,很貴 因為跟那些水比相差一塊 所以是在一些病人 通常他們口服是有困難的